孕婦因為寶寶越來越大 再包括比較容易脹氣的關係 所以媽媽可能吃一下冬季就很容易脹 加上天氣又很熱 一下又吃很多東西可能不太舒服 肚子又很容易脹的狀況下 我們會建議媽媽要少量多餐 冰品的部分 例如說天氣真的很熱 可能喝不太下去的話 可以例如說沖泡媽媽的奶粉 冰冰在冰箱裡面之後 冷飲也OK 除非媽媽是有早產的現象 或是已經有在出血的話 我們才會說可能要進冰品類的東西 不然一般正常的媽媽是冰品類都還好 孕婦因為她的結構有關係 所以她比較容易尿道膀胱發炎 所以夏天你又出了很多汗 那沒有適時的補充水分的話 就會比較更容易的尿道跟膀胱發炎 所以建議孕婦在夏天 至少要喝2000cc以上的水 可以預防這樣子的橄欖照片 可以預防這樣的橄欖照片